从马来西亚通过陆路关卡入境我国的货车司机 必须接受强制抗原快速检测 今早有500名司机接受了抗原快速检测 检测结果都成阴性 贸工部表示将逐步落实这项措施 下来几个星期全面实施之后 所有入境货车司机和送货员 检测结果成阴性才准获准入境 为了加强防范境外病例输入风险 从早上9点起我国陆路关卡开始实施检测措施 由于抗原快速检测每次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 新措施生效后在新柔长堤排队要通关的货车明显多了 贸工部说将逐步落实检测措施 初期先进行随机检测 接下来几个星期对所有货车司机和送货员开展全面检测 一旦检测结果成阳性 他们必须折返回马来西亚 并在重新入境我国前的72小时内 接受聚合煤链试反应检测 结果确认阴性才能够入境 受访批发商对新措施表示欢迎 但有些担心这可能带来成本上升的问题 有批发商也担心货品运输过程可能被新的检测措施耽误 对不起 好